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建会的强强对决 关销方钓鱼岛对面珍宝阁 双方国标打国标 遇到这边他又被大克了 鸟阵大克 鸟阵那边也就说白了 既拿到的速度也有了一定的伤害 虽然鸟阵没有伤害位 但毕竟拥有了大克 野兽之力先不上 当然耍说呢 就是虎阵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阵法 这也是为什么说很多团队 他喜欢开虎阵玩国标的一个原因 相对比较保守的 你看那个九离城212 他们肯定很少去开虎阵的 九离城那套212 他们很少去开虎阵 但是这套国标的话 开虎阵属于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阵法 就开的会比较多 说白了就比较稳 他最起码有一个伤害还是在的 哪怕被达克啊 就像龙阵 伤害方面 也绝对是够的 小锅 官长方开点对面神木灵 粉掃精蕴 底下出甲 其实你看这伤害也不低吧 对面也同样来针对官长方的神木灵 都可以提前来破一破163 一把三抽 4500 没处 163直接给抽死了 没中小爽的情况下 倒是也不算太亏啊 可能官长方抽出去对面也会被打死 也行吧 官长方没触发163也不会啊 因为前期神木灵163触发的话 感觉小亏 你这个163留下 打到猪后期以后的作用可能会更大 补了一把 王廖追魂 亲亲宝宝 拉起神木灵 双方这场比赛 打的都算是比较的激进了 也是破除一次163来 对面神木一把 青石 倒口水盒 这声音 双方进入了个短暂的青宝宝阶段 基本这个时期就是冲着宝宝去 然后补一补一些特技啊 比如说流鱼凝制了 光辉了 把这些特技大家都补一补 等到十多个回合吧 攒一攒灵源 双方可能会进入下一个进攻阶段 黄泉之西啊 开始抓住 流云 放下 切着而防点 神木灵宝宝飞掉 怪兰皇也可以去亲一个 对面神木灵的宝宝也飞了 就进入这么一个相对啊 枯燥的阶段 继续抓住 对面就是把自己的物理系都都保住了 因为观念皇肯定也会去抢对面物理系的 光辉补一补 又一个宝宝飞了 上头那边还得接着补宝宝 小索 第七回合 观念皇进行一波 点杂给了一把破血 有风特技的话 他是不会触发被动法宝的 直接打神佑 带走 对面神木啊 也是没有触发163直接倒地 双青蛇 那又可以亲一波宝宝吧 对吧 又可以亲一波宝宝 嗯 谁 最终还是带走 这样观念皇暂时是有了一些优势啊 点到神木灵 可以更好的来保护自己的宝宝吗 其实也看得出来啊 就就是咱们开场说的那个 开虎阵 哪怕贝达克 他最起码在伤害方面 是有保证的 岁月 光达克 光辉补一补 起着呢 防止你连续的一个点杀 大藤先把宝宝补出来再说 哎哟 咬个领导 看看能不能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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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天 这边的话 现在一把满天 对面大藤的话 现在是没有满天 四十三香 反抗对面大藤 接着抓速度 别一会儿把观念皇大藤速度抓得比对面什么厉害嘛 刚才就是一会儿一小段时间 观念皇大藤速度已经慢过对面的什么厉害 你如果两个输出的速度都特别慢 那你是真不好打 你现在鱼岛这边想延长的话 就得去针对对面的女儿说 不然你这一组拿不到 延长也不好演 被封的比较难受 太干净了 请三迪 也好呗 清掉 哎 点了 对面 要不要点 是有机会来点 观战方的什么灵的 还是没有点 选择了黄泉之蝎 鱼岛跟宝格啊 他们这种打国标的话 都是 哎呦 清清了 都是偏向 哎 但观战方点了呀 起了个混眼伞 暴击 这个血量 有点危险 三千八 一丝 避雷 遣缺 还有一个善恶 恶爆了 把对面 大疼成功弹 双方都是那种 节奏偏慢的国标 这是他们的一个 打法习惯吗 这个东西没有好坏之分啊 不是说节奏快就好 节奏慢就不好 这个没有好坏 只是习惯 节奏慢的话 就打的相对比较稳 节奏快的话 是比较激进啊 慢有慢的好 快有快的好 这个不分好坏 只是习惯问题 取斧的那种国标 是相对比较激进的 大家也都发现了 咱们也经常做 取斧的比赛 时不时会给你出地厅 就那种挤牙膏似的 一会儿一个地厅 一会儿一个地厅 他通过这种 频繁出地厅的方式 去给自己寻找 点杀的机会 压对面神木灵了 灌烂荒地府这边 有一把相思寒针 看看顶着相思寒针 能不能挂中小索王吧 这肯定点了呀 他第一听点着什么里秒的 他是一定点了 顶着相思寒针也挂中了 这一手小索王 踩着干脚 伤害很高 打出163 神木灵把163破一破 前面还有俩宝宝去破163 哎 直接给抽死了 宝宝还跑了 这这 这神木啊 这波雪亏 反手一把 那这样对面 还得给观察荒地府 打一把阵啊 下个回合 还得来一把 反扣鸟 刺 流云补伤 起了个风 困难黄补个孩子 守大堂 没守住 奇迹如风 呃 对面 起风的话 如果是观察荒出地厅啊 就比较好防地厅 其他倒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本来他就有速度 小索王这波直接盖女儿村啊 哎呦 咱们看一下点女儿村伤害够不够啊 两千开刀 伤害还是够大 这到底是虎头位啊 两下 哎出法连 女儿也没有出法163 直接被点死了 哎这样对面就很难受的呀 这回观察荒可以顺利的去延长啊 皮肤手里啊 还有一点的缘 嗯 可以顺利的去延长 先延长一下 给观察荒大团卡了一五楼 防止对面的反点 杀倒第三位的宝宝 又把对面地府封装了 哎对面这波是要逆境 卡了一个五楼 两个五楼 五个封印了 现在已经够逆境了 阎洛丁观察方防 哎但没打着 防了啊 没打着 不过这逆境也不好防 这有一属意 对面卡五楼卡的也比较多 总共场上六个封印单位 你 你打开俩也没什么用 你要打就得都得打开 所以说这把逆境啊 基本防不住 基本防不住 主要你封了对面就封了三个 女儿村的封印就三个 这波是清掉对面两个宝宝 倒是的话 感觉鱼岛也不亏 对面肯定也是赚的 鱼岛也不亏 对面也是赚的 因为鱼岛他就一点零元的延长嘛 然后又清了对面俩宝宝 对面还吃了一波五龙 还又换了一个宝宝 倒是也能接受啊 化身似中无魂 大锁 哎呦 对面是来点观察方 大同观察方是点对面 女儿村对面化身似中无魂了以后 女儿村这个血量很危险 而观察方大同也很危险 大同肯定是没有 哎卡了个大金 走你六千一 是一把平平淡淡的一把群 一把单秒 六千一 一个单抽对面女儿也倒 你163哪去了呀 这样对面没法延长呀 他没有鸟村 观察方是可以打针的 观察方 哎 哇你这玩的有点大 观察方女儿没打针 直接封了对面地府的宝宝 赌对面不延长 赌对面这波地府 他去出宝宝了 但是对面地府 他也果然是没动 他真的出宝宝了 他没有延长 下个回合观察方 老老老实实打针吧 别玩这么多话里不少的 这堵的还挺大 有的时候他们就是猜心理嘛 就是在猜心理 这波老老实实的给对面地府打针 解开从宝宝的对面 应该是出宝宝了 再换一个洋户 对面女儿可以直接拉起来 直接人拉女儿 换一个洋户 地厅 先控地府 快乐方去控了一下地厅 赌对面 枪里没子弹 没什么硬管这个地厅 就控了一下 没管了 对面 来亲孩子 找一个宝宝 神灵群秒 绿绿没点着地厅秒 哇 这你这玩的还老大了 这玩的挺大的 这是在危险的边缘 疯狂试探 他都没点地厅去秒 这要真是个慢速地厅 观众红直接就炸了 就是那种比法系还慢的地厅 观众红直接就炸了 真是在危险的边缘 疯狂试探 那这样对面地厅还可以多出一次手啊 多出一次手 立屁 再屁一下 又飞了一个宝宝 我真是在危险的边缘 疯狂试探 神灵不点着秒 胆子略大 略大 当然 好像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又带走了一个宝宝 那现在的话 节奏就是在对面了 观众红这边想点一手 小索没挂住 但对面有金青挂不挂得住 也就无所谓了 3600开刀 这个伤害是真高 直接空切 没有小索倒地的话 对于宝格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影响 一点影响都没有 小索王 直接从根源来解决问题 来针对观众红的地府 你只要没了地府 你就别想着点了呀 打成碎甲刃 狂拳之心 继继继继继继续抓速度 伤害是绝对够的啊 伤害是绝对够的啊 伤害是绝对够的 十一把 抽了个八千把 没地府了 这遇到 很难说啊 对面地府手里 它是有三点零元的延长的 女儿 对面女儿没打针 狱岛这边是要直接逆境的 捕了个地厅 对面地府也没来延长 四个五龙丹 大堂直接换 粉丝滑 这样地府可以提前拉起来 这么一波逆境下来 宝格也没亏啊 狱岛也没亏 这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结果呀 狱岛我可以提前拉起地府 也少了很多危险 对面呢 反正我也没用零元 既没打针 也没延长 好像双方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但是对面接着又来了 一把地厅也跟上 狱岛防一手 还要点对面女儿 没挂中 关带帮大堂用狱剑还是用狠扫的 关帮帮大堂没有动 那就是扫出去的 没扫出去啊 比较尴尬 这样的话 对面这回肯定是要延长了呀 大堂 三点零元 用不用也无所谓了 反正对面 他也没中小死亡 没中小死亡 但大堂倒地有一个危险 当你输出倒地的时候 对面 是要上地厅的呀 这个不一样 你地府倒地 可能对面 上一个地厅啊 什么的啊 吓不吓唬你 但是你当你输出倒地的时候 他们可是要大量的就换地厅的 一个进去歪歪 防一下逆境啊 再防一手 把关帮帮地厅给 拿抽携关帮帮 给弄死了 但关帮帮这边来了一把强拉 过了一万色 小细节 来了一把强拉 现在就看绑哥那边 上不上地厅 一个 换两个就够了 换两个先把关帮帮 什么零点了吧 来两个 关帮帮也换了地厅 关帮帮应该是高速地厅 去防对面的地厅 因为对面现在换地厅 是明着换的 明换地厅 所以关帮帮这边 也是换了一个高速地厅 换了三个 四个 哇 这硬冲呀 关帮帮倒了一个大汤 对面直接四个地厅 就给你上来了 被封进去了 打针给谁 给大藤了 没给地虎 给他大藤 咱们看对面大藤都没动了 无间地狱开启 这么多地厅 肯定有地厅来压神木里 地厅压神木 保地厅嘛 使得一个 给到对面 二号位 你相信光吗 这地厅叫山哥的地厅 一看见山哥的地厅 就有种什么感觉 就是 这个名字很平淡嘛 就很平淡的一个名字 谁的地厅 山哥的地厅 很平淡 但是又那么的具有威慑力 对面大头没有动 怪难防这把 真打的还是打对了 对面大头没有动 很平淡啊 但是又很有威慑力 的一个名字 剩下两个地厅 都是冲着 怪难防化生死来的 马上又进入 咱们喜闻乐界的 鼠轮的环节 主要是鼠三个人地厅 算找万象 一个人子 哎呦 好高 两个人子 三个人子 四个人子 五个人子 六个人子 七个人子 八个人子 九个人子 宝宝宝神佑啊 最终还是把 观众方化生死拿下 很平淡啊 区区九轮车 看上去也很勇猛 但实际上 也很勇猛 现在好像是 唯一的九轮车吧 有观众万象 有虚迷的 应该是唯一的九轮车 这就是平平淡淡的 一个山哥的地厅 区区九轮车 一把风卷 观众方要崩啊 就是这么普世无法 这打着一把推拿 一把推拿 这不推拿 肯定不行的啊 但推拿了以后 队友他又 没法搞 你队友这残血的 还有一个尸体啊 还有三个残血 你没有人心的 以后 很难去保护队友 补了一波宫宝宝 防止对面 连续性的换铃铛 当然宝格的话 肯定会 稳住局势 先不着急 我先打一波鬼啊 把你这些 宫宝宝 轻轻再说嘛 把你这些高速高铃 处理掉 先补一波宝宝 很快 火焰已經打上 哎呦法蓮這個夢幻法蓮啊這是 啊直接把觀念方三個高速高蓮全處理掉了那這個上帝聽吧 先穩穩的點一個呗 點啥觀念方什麼靈或者女兒子都行 先穩穩的點一個 詛咒之聲啊還是衝著你化神絲來了 自動 哎你怎麼自動啊 詛咒之聲 哎化神絲也自動了 那就是放棄了呗一把巨箭 把化神絲直接斬掉 那就自不自動也沒什麼關係啊 影響不大 因為基本也算是放棄了 打不了啊 打不了 化神絲小爽倒地完全打不了 分龍皇爺也點了淘寶 感謝大家收看沒有點溫度的幫忙點分路沒有點讚的幫忙點讚 被大客啊 然後 有速度全丟啊 你想贏寶格的卻深難 寶格那邊是既有速度也有大客嗎 拜拜 ication 好 sustainability 嘛 運作